2010年7月12日这一天 圣尊联生活佛来到了高雄的大义学会 并写下了莫保 大折与道合 一离可通天 邪则再平衡 汇聚众圣贤 六道均得度 四圣皆经先 现在我们就赶快来听 圣尊联生活佛当天宝贵的法语开示 敬礼两名和尚 撒家正宫上司 十六是大宝王卡玛塔 徒登大吉上司 敬礼韩城三宝 师母 各位上师 教授师 法师 讲师 助教 堂主 各位同门 大义协会 所有的理事 职事 大家午安 今天我要出门以前 那个 我那位孙子 雷德 他要到school 他跟这个阿嬷 跟医婆讲 今天可以不出门 那 宗母就问他 你是哪里不舒服啊 身体哪里不舒服啊 他说 不是我身体不舒服 而是学校不舒服 其实雷德是很喜欢读书的 他也喜欢去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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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上学久了 他也是有点倦的 师尊也是一样的 天天出门 隔一天就跑一下温堂 礼拜六要在雷尚寺做附魔 跑温堂 刚刚开始跑几天 还觉得蛮新鲜的 如果你是哪里 kto是谁 你不要在雷尚寺做附魔 还是蛮新鲜 你自己喜欢的